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以前没有呢 以前都是禁止的 因为特异功能一出来 徒弟一多就要搞政治了 就要领兵打仗了 历史上的这类事情很多 都是道法 比如白连教 太平天国 他们都兴兵 都是借着这个宗教搞政治 清朝时候有个八卦教 也是依此来与政府打仗 所以历朝历代都把有特异功能的人称之为妖人 他们施的法为妖法 都要通过武力予以限制 禁止 现在出现的一些法术 过去都有 有的其实就是辩系法的 比如搬运法 很多辩系法的人都会 这个名字就叫无鬼搬运法 现在就有这么一个人会搬运 最为突出 所以还受到国家优待 其实他的后台确确实实 就是一个鬼在帮忙 所以叫无鬼搬运 一点没有叫错 他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当今 我们把一切问题 只要有 就把它挖出来 面对外道出现的这些特异功能 道教也说 我们道教怎么怎么样了 你们佛教徒显点什么给我看看 于是有些人就被僵住了 其实 佛法就是跟这些外道不同呀 我们要知道 我们学佛的人是因于一个大事因缘的 一切佛出现于事 是因于一个大事因缘的 佛的出事是大事因缘 我们学佛也是应当来学这个大事因缘 那这个大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 开佛之鉴 是佛之鉴 佛是把佛的之鉴开始给我们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误佛的之鉴 入佛的之鉴 所以诸佛出现于事 唯一为的就是这个大事因缘的缘故 我们学佛也是为了这个大事因缘的缘故 佛既然把佛的之鉴开始给我们 我们就应当经过不断的修持 而能误入佛的之鉴 所以 面对这些特异功能 要知道 特异功能都只是些小竹 还不配称神通呢 神通是什么程度 出国的神通连四天下他都可以知道的 这四天下是多少 不但包括整个地球 至少包括一个太阳系 还不止太阳系 甚至于大于一个银河系 现在出现的这些个特异功能现象 跟这一笔实在算不上什么 这些通 在佛教里叫什么呢 它是圣末编士 与我们这个大事因缘没有关系 你知道天宫上那跳什么舞 这与你这物佛之鉴有什么关系呢 有很多人就贪看那个跳舞去了 这就大错特错了 世间东西你在留恋还留恋不过来 天宫上的事你也爱去了 所以人有时候很愚痴 要知道 这是圣末编的事 我们学佛就是因于大事因缘 是学心地法门 宗门是不许谈境界的 宗门不但不许谈这些特异功能 就是你修持正当的境界也不许谈 我到了什么境界 得了什么神通 宗门不许谈境界 教下只准论功夫 所以也是不讲境界的 彼此相见只能谈功夫怎么怎么样 你打坐几个小时 你念的时候心乱不乱 你这烦恼来了之后如何克服 这些数功夫之类的问题 交集教下只准论这些功夫 而不准谈境界 因此这个出发点就不一样 第二点 所有我们修持的功德 要回向法界 让法界一切众生都能觉悟 我们要使自己破无名 开智慧 也就是误佛之鉴 入佛之鉴 我们的功德就在这一方面起作用 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罪业是无量无边的 那么就要靠我们现在的修持 去把它洗干净 去剔除消灭掉 所以修行可不是让你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怪 那样的奇 第三点 佛教不许拿特异功能来做宣传 就这一点 我讲两个实际的例子 很有意味 一个是南眉 也就是眉光西居士 现在南方都用他的做教本讲法香 他儿子亲自跟我说的 因为他是修公路的 沿着公路就修到了西康 西藏 他就认识一位小活佛 这个小活佛转世在武汉 但是大家把他找到了 把他连他的父母都接到了康藏 后来我这表弟去了康藏之后 他看见来的是汉人 很欢迎把从上海带来的饼干拿来请客 他们都很熟 这个小活佛有两件事 一件事情 他跟他父母说 你们赶紧回去吧 这里快要出乱子了 后来又说 于是他父母还挺尊重他的话 就离开康藏回到了武汉 等回到武汉后 庙里就知道了原因 知道这是小活佛说的结果 于是这个寺院里管戒律的叫铁棒喇嘛 连小活佛一样打 很是严格教育 他把这小活佛打了一顿 不许泄漏 你预知 预知了但不许泄漏 被打了一回 但打了一回还没有改过来 一天小活佛在寺院门口玩 他还是小孩吗 一个骑马的人从寺院门口走过 一看小活佛在门口 他赶紧滚下马 向小活佛礼拜 小活佛就对他说 你还在外头玩呀 你还不赶紧回去 你们的敌人已经带着队伍来打你们了 这有多大的危险 赶紧走 这人跳上马赶紧回去了 赶回去后就集合大众 把一切武器都派人准备 刚刚准备好 敌人就来了 因为有备 所以无患 而没吃亏 于是 他就很感激这位小活佛 为了感激活佛 就带了很多礼物给活佛送礼 磕头 道谢 寺院把这些都收下了 等客人都走了 铁棒喇嘛又来了 又打了小活佛一顿 虽然这都是好事 但好事也不许 为什么 这有个极深的道理 因为这种神通 妖魔鬼怪也都有 说道通 有各种的通 头一个是妖通 就是不正确的通 由于他修的是邪定 他就得到邪通 我们称之为妖通 六道中有修罗道 但有的把修罗道取消了 分在其他道里头了 称为武趣 比如无量寿经称为武趣 天修罗最高了 最低是处修罗 所谓的先知流 实际上就是处修罗 有些鬼 鬼神也是鬼修罗 都属于修罗道 他们的确是很有神通 反外道都有这种经验 所以练道加工 很怕你开鬼脉 开鬼眼 这个是坏事 一旦开了 你就可以见鬼了 可以往鬼道中随便去了 有鬼的通了 你要到哪就到哪儿 种种的 这是一种可怕的 不好的现象 另外一种是竖通 就是靠法术而显通 比如他能画个符 或者凭其他方法能解决问题 但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本人没有什么觉悟 只是他有点法术 称为竖通 这是不究竟的 像驻游科就是竖通 我就攻没光西 他在广东做官 他长了个窗 正好省长要来巡查 他是一个区的区长 一个专区的行政长官 省长要来巡查 他正在长窗 如果不去接待 两个人之间就会产生误会 人家省长就以为你对他有意见呢 可是要去接待 却腿上长了窗 于是他就找了个驻游科 驻游科说 好 我能给你解决问题 你要多久才办完迎请之事 我就攻说 连接风带陪同 要两个月才能把省长送走 好了 两个月之内 你尽管去办事 保证在这段时间内没事 驻游科在湖南很流行 他就是用驻游科的术 把这个窗一下子搬到树上了 树上就烂一块 可人却好了 我就公果然把这事办完了 都很好 回来之后就跟他商量说 你能不能不搬回来啊 他说 不行 非搬回来不可 搬回来之后再治 这都是竖通 靠一个法术 能够把你的问题暂时解决一下 但是还必须得搬回来 也就是说 通过法术 能把这时间给你错一错 说到的很多特异功能 其实就是把时空错一错的结果 现在北京有个最有名的人 红的发子的一个气功师 有个人从远道来请他看病 确实是病给看好了 刚一到家就死了 大家听到驻游科和这些事情 就会明白这些事情都是很勉强的 你病是好了 寿命完了 到家就死了 这些事情我们要有所了解 而所谓神通 阿罗汉从出国起都有通 禅定之中也可以发现一部分通 二果胜于出国 一个阿罗汉就可以了解 三千大千世界以内的事情 但现在出现的这些特异功能 不能称为神通 相比之下那就太渺小了 所以这些特异功能都称为圣末边士 而我们真正修的是慈悲和智慧 悲至双运 这才是我们的根本 所以在这个神通之上就是道通 我们这个无助生心就是道通 心中无所助 而生其心 明明朗朗 一念不生 无量横河沙的妙用 才为道通 这个才是真正的高 那么有人会问 佛的神通呢 那就要比刚才说过的阿罗汉神通 菩萨的神通要高得多了 不仅仅是如此 佛独特地称为佛神通 就是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能让你直指你 让你自己能见到自己的本性 能成佛 所以佛的大事因缘也就是 开始佛的知见 让众生误入佛的知见 佛的神通也就是这个 佛的神通也就是如此 我们对于当今出现的种种特异功能 过去大家没有听到过这么多 忽然听到很多 便有些惊讶 其实这也很自然 如果把它道破了 那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所以 我们一方面要划清三规一的界限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对佛教生起很清静 很尊崇 很敬仰的心 我们能够信佛 这是人生最殊胜 最幸福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